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 听 七七听话 七七赶紧点头 听爷的话 那就好 不哭了 老鬼走后 我的心里顿时空荡荡的 当我带着七七回村的时候 就看到宋大午兄弟俩抱着胳膊站在村里那条路上 老鬼在的时候 这两人不得不夹着尾巴 但是老鬼刚刚一走 他们就开始神气 现在打掌灯 他娘的好滋润啊 宋大午嘴上挂着怪笑 看着我和七七说 做着事 得带个娘们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听着救火 本来不想理他 但是扯到七七身上 本来就是个没爹没娘的可怜丫头 我呼的转过身 盯着她说 再不敢不敬 我抽你 你敢 宋大午腾的就走了过来 站在我面前 胸口一挺 老子就站在这儿 你动动试试 老子说了 你做事带了个娘们 怎么了 我一身火大 海手就是一巴掌抡过去 宋大午身上有功夫 但是根本没想到我会说打就打 匆忙中一躲 脸颊被几根指头扫了一下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 这一下在他脸上留下几道红印子 你作死呢 宋大午火冒三丈 海手揪着我的衣领 另外一只手高高扬起来 打死你 你打 我冲他大声吼了一声 掌门还没有走远 要不要把他喊回来 拼拼礼啊 一句话把宋大午说蔫了 巴掌举得很高 打也不是 放也不是 样子很尴尬 脸上一阵红 一阵轻的闪了几下 哥 算了算了 宋小五在旁边阴森森的拉架 拉开我们 说 谁也不能让人护着一辈子 是不是 谁黑是白 以后走着瞧呗 我整整衣服 瞪了他们两眼 拉尔琪琪就走 走了很远 我回头看了看 他们兄弟俩还站在原地 冲着我们的背影在嘀嘀咕咕着 我心里开始犯愁 老鬼走了 宋百亿他们几个顾及年龄身份 或许不会把我怎么样 但下面这些王八糕子 该怎么对付呢 我很想撒腿就走的 然而身上 担着大掌灯这个名头 做事不可能那么自由 哥 别跟他们生气 不生气 我笑了笑 心中本来犯愁 但是不知怎么的 一瞬间就想起老鬼 远走时的背影 他老了 却仍然是条汉子 他交代的话 我不能忘记 男人 要站着祸 老鬼吩咐宋百亿 要他们跟着我去寻河 我找过宋百亿 他说 这几天水势灾太大了 船也开不动 等等再说 让我和琪琪 先在村里安心住上几天 身子养好了 再做别的事情 在这个鬼气森森的村子里 人完全没有什么心情 我也不想看见宋家的人 整天就闷在屋子里 大概住了六七天 我等琪琪睡了 然后回自己房间 每天不做什么事情 困劲儿啊 就小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到了夜里十二点多钟 才勉强睡着 不过 那个年纪太贪睡了 一觉就死沉死沉的 按往常来说呢 这一觉肯定睡到天亮 但是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突然从睡梦中苏醒了一觉 那种感觉很奇怪 没有睁开眼睛 脑子里却像是有了意识 我感觉浑身上下都是汗水 身子仿佛被什么东西压着 沉得要命 压得我不能动 连气都喘不上 那感觉非常难受 我想翻身 想喊 然而连动动手指头 力气都没有 恍惚中 我感觉身上压着我的东西 在动 可能完全是心理上的恐惧 让我突然生出一股力气 身子一翻 意识更加清醒了 我没有睁开眼睛 却能看到周围的情景 这一刻 我浑身上下每一根寒毛 都直直地竖了起来 我看到 自己身上 压着一个白影子 头发很长 却没有脸 这个白影子 死死地趴在我身上 来回晃了几下 我真的是怕齐了 但真的没有力气翻身 也没有力气挣扎 那影子就在我身上 来回地晃着 我的意识仿佛也完全清醒了 只是眼皮子很沉 沉得睁不开 说 朦胧中 我好像听见一道飘飘渺渺的声音 一丝一缕地钻进耳朵中 说得很清楚 说 虚命图 在哪儿 我感觉 那道影子已经贴着我的脸前 我甚至能感觉到 那张没有五官的脸 在不停地打慌 我根本说不出话来 只想拼命地摇头 想把这影子赶走 你爷爷 没有告诉过你吗 和福子 有两条命 说吧 虚命图 在哪儿 我忍不住 大声叫了一声 死沉死沉的眼皮子 随着大叫 而猛然睁开了 一下子 从床上坐了起来 那道影子不见了 我满头都是汗水 大后喘着气 在屋子里左右看了好几眼 屋子很正常 什么都没有 你知道我醒来的时候 那道飘飘渺渺的声音 好像还在耳边回荡着 我听得很清楚 续命图 他说到了什么 续命图 我真的说不清楚 那到底是个梦 还是自己被鬼上身了 总之 后半夜的时间 就再也没有睡着 疑心吊胆地熬到天亮 天色一亮 我赶紧去找琪琪 他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 好像夜间 没遇到什么事情 我就稍稍放下心了 这件事让我心神不宁 总感觉 不会无缘无故地 发生这样清晰的梦境 赵丽吃过早饭 宋百易就跑过来找我 两个人聊了几句 他说 日子差不多了 汛期期间 河滩上的水 不可能会落 老鬼交代的事情呢 也不能不做 他就问我 要是休息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该做事了 可以 我点点头 这个事情是老鬼交代的 而且我还是想找到爷爷 掌门吩咐过他 叫我们几个老家伙 都跟着你 宋百易苦笑着说 你也看到了 几个书业上了年纪 走路都打晃 要是跟着你上百里 上百里的去巡河 可能吃不消啊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说着 要我自己去嘛 那也成 给我弄条船吧 不是不是 掌门的话说得那么清楚 我们都是他兄弟 看不听嘛 宋百易赶紧就解释着 我的意思呀 是叫下头的年轻人 跟着你一块去 实话实说 宋家脱离七门好久了 常年老财是 下头儿孙哪 没有寻合的经验 正好也跟着你学学 我不说话 也不明白宋百易的意思 但是他把话 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不好勉强 当天上午 宋百易就喊了一些人 都是村子里的年轻人 那还有六七个 再加上宋家两个兄弟 几个人弄了两条扇板 大呼小叫的 就冲出村子 那样子 根本不像做正事 而像是出去撒欢的 我心里有些不满 生生忍了下来 在汛漆行河 本就是一件 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宋家人 捞财神出身 一个个水性非常好 驾船技术又高 把山板推到河里 在汛漆大涨的 河水里猛冲着 我倒没什么 七七就受不了了 他从小 在阴山峡长大的 没怎么进过水 不到十分钟时间 七七的小脸 就一片惨白 紧紧抓着我的胳膊 眉头皱着 坐着坐着 就开始晕船干晦起来 他毕竟是个女孩子呀 周围都是男人 有些不好意思 一边抓着我的胳膊 一边转脸偷偷捂着嘴 宋小武坐在另外一边 嘎嘎的笑了几声 嘿嘿 怎么的 这才几天呢 就怀上了 放屁 我瞪了等他 前几天说的话 全忘了不是 开个玩笑嘛 心眼那么小 宋小武依然嘎嘎地笑着 无意中还撇了撇 另外一条山板上的宋大武 宋大武脸色阴沉沉的 一句话不说 但是那种表情 让我心里很不自在 山板船在河面上 来回飘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吧 七七就撑不住了 吐得昏天黑地的 肚子冬下都吐光了 最后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汛气的水很大 山板经不住 一个浪头接着一个浪头 往船上扑着 那些汉子无所顾忌 一个一个脱光板子 七七浑身被水打得湿透 靠着我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不行 靠暗吧 我看着七七 像手昏过去的样子 心里着急 这才多大功夫啊 宋小武摇里摇头 别忘了 巡河 那是掌门吩咐的 你是掌门肚子里的回忠 不会不听他的吧 别跟我扯淡 他是掌门 我是掌灯 掌什么灯啊 油灯还是电灯啊 宋小武嗤之以鼻 那老头子说的话 你也当真哪 我心里顿时一凉啊 这些人果然是要找茬子 老鬼前脚走了几天 他们就蠢蠢欲动了 我一急 声音就越发的大起来 叫你看就靠暗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咱们的妙我哪哥呀 老老实实坐着 我那时候脾气也很倔 两句话就说得脸红脖子粗的 如果不是挨着亲戚在旁边 当时就会扑过去动手 打架可能打不过宋家的人 但进了水 我就不怕他们 哥 亲戚皱着眉头 靠在我身上 勉强睁开眼睛 对我说 别跟他们吵 我熬得住 寻和是爷说的 听爷的话 亲戚的话还没说完 一个大浪哗地扑了过来 我们脚下山板本来就很小 在浪里头来回晃了几下 咯吱咯吱来回坐下 紧跟着 整条山板突然就松动了 被浪花扑着冲成两半 山板上的人哗啦一下 全部掉进水里了 哥 琪琪惊叫了一声 整个人瞬间被大水给吞没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更多有声声的紫金 文字幕团 曾被吞没了 坐下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